原标题 杨宁分手为赵丽颖冯绍峰突然的官宣欣喜 关注着蒋静夫家暴 陈宇凡吸毒事件 范爷巨额罚单事件 也为李勇金庸等人的离世感到悲伤 在这其中 杨幂刘坦威没有熬过七年之痒 在2018年12月末官宣离婚 引发了舆论涉意 杨幂粉丝纷纷在微博抽签发前 庆祝杨幂恢复单身 刘坦威则受到了很多黑粉的攻击 叶光飞剧本事件再被发出 其实 从2015年开始 两人就频频被爆出感情不合 离婚的消息 可两人还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 始终坚称两人跑着呢 甚至在两人官宣离婚之前 工作室还否认了他们离婚的消息 真是打脸 离婚见人品有网友评论道 杨幂很自私为了企业上市维持形象 杨幂掩盖了很久的离婚信息 动不动就打脸造谣 十分虚伪 年初时 贾买量直播跟网友说 李小璐去做头发了 可转眼李小璐 却被曝光叶苏真加上吃瓜群众们震惊不已 引起了一阵狂风暴雨 直到2018年11月末 贾买量坦承自己一个人生活 暗示恢复单身 虽然是女方错误 但从头到尾 贾买量没有公开说过李小璐一个骨子 甚至还向他道歉 责怪自己没有平衡靠家庭事业 因此贾买量也被网友夸粉身是好聚好散 一别两宽 马荣和王宝强这对 离婚案件沸沸扬扬闹了两年多 宋哲被判刑了 婚也离掉了 孩子被判一人一个 本该尘埃落定了 可还是闹剧不断 2018年12月初 马荣被报惨遭王宝强施暴 后来事件大反转 监控显示 马荣写剪刀入室 当年 王宝强一封离婚声明 直接明了指出马荣出轨送折 亲口承认自己被最爱的女人和最亲的兄弟戴了吕帽 王宝强的离婚开战方式 可谓原始粗暴